这是VBA的规则 这个要记起来 你要怎么连接 就像火车和火车之间串接符号 因为我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 前面的双引号 就要把它加在这里后面 因为它一对了 然后后面有个双引号 对不对 这边要加一个双引号 所以请记得一个规则 就是忠孝东这几个字 选取起来 先给他一个双引号 是加 就是等于是配合前面的双引号 再一个双引号是配合后面那个 变成我把它切开 变成两个字串了 可是两个字串中间要加什么 有一个变数的话 请你把它空白 空白两次移到中间 再加什么 and and 再移到中间 空白空白 然后移到中间 s 就好了 了解意思吗 切开来之后 那切开来之后的话 一定要有结束的双引号 跟开头的双引号 那要串接的话怎么样 就是要and and 把它串接在 这个是一个规则 很多同学 这个地方容易出错 所以特别讲一下 以后的话 无论 你要给Seql 执行什么字串 反正可以修改 那你要把它夹在中间的话 就是必须透过这样的方式 所以 刚刚做的就是 增加了前后双引号 中间and 然后加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活的 本来程式只能查中间的东 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 把它放过来 你要查什么就查什么 然后 就可以一样放在A1里面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程式是不是就活起来了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 我们就把这地方执行 F8 然后这边跳出来 OK 请输入关键字 我查人爱好了 比如这边 我查 关键是人爱录好了 我就查个人爱就好了 OK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取得 S现在就是人爱 对不对 然后前面这个都一样 串接 放在里面 执行之后 call到A1里面 close nothing OK 结束掉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资料怎么样 中心 有人爱录的 通通都出来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条件查询的方式 我想各位试试看